根據紐約警局公布的消息 從本週一開始 紐約警察局將不再處理 沒有人員傷亡的車禍 這種911電話直接轉給別處 而這項政策將至少持續六個月 紐約警局局長謝一說 這個變化也是為了減少 警察局的警官與人接觸 去年警察局在石坦頓島 做過一個實驗 既只對人員傷亡的車禍 調派警員處理 結果去年石坦頓島的911電話數量 下降了9% 在去年3月18日到9月18日的實驗期間 有61%的911車禍電話轉了出去 另外根據紐約郵報獲得的數據 2019年全紐約市 共有超過16萬沒有人員傷亡的車禍 也就是每天450次 在今年3月12日到29日期間 警察處理了4708起 這樣只涉及財產損失的車禍 即使在這個新政策下 如果司機不能定位或者感到不安全的話 他們還可以拨打911 而且如果車禍的損失超過1000美元 他們必須向周車管廳報告 中天中望 整理報道 最新的季節